这个平滑度仪的使用 首先我们打开电源 我们测试的时候就点测试 然后首先我们选择测试范围 这里有几个测试范围 根据你的样品的平滑度来选择 然后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样品的平滑度的话 可以选择这个四档快速测试 先测试一下你的平滑度仪的范围 那个纸的平滑度在多少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纸用二档来测 选择确认 在保证这个测头是往上提的情况下 我们先按清零 把真空度清零 清零之后 我们把准备好的样品 这个是被测的那一面要朝下 朝下放进这个测头里面 测头压下去 按测试键开始测试 好 想到这个界面的时候测试完成 我们把这个测头提起来 然后这个就是刚才这张纸的测试结果 25秒 然后可以按打印来打印测试结果 这就是打测试结果